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教大家怎麼製作這個Valentric Light 也就是這個體積光的部分 好 OK 那我們日不宜遲馬上開始啦 所以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教你從這樣子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直接Shift A一個方塊 然後呢刪掉其中一個面 看你用什麼方法都可以喔 主要是挖一個窗戶啦 新增一個Solidify 有一點厚度 這邊放一隻猴子好了 用個Spa車這個 Spa車的燈 好 先看一下 不夠強 先弄個5000好了 要把渲染器調整成Psycho 然後GPU 敲一下位置 把它弄得開一點 不用太開 這個小一點 這個面向嘛 然後把它加一點細分的 看起來比較精緻啦 然後把這個光弄個5萬好了 這個要Smooth 不要忘記要把你的世界弄成最暗 這樣才會比較明顯的效果 好 現在可以看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就是 渲染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要怎麼把這個體激光給加進去呢 我們呢 就是 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那我的做法是 我會新建一個Cube 然後 然後 那個 覆蓋住你整個有含體激光的部分 好 那覆蓋住之後 我們來材質這裡 我們新建一個材質球 好 然後我們把它拉開 到Shader Editor這裡 然後關掉 把原本的預設值刪掉 然後Shift A 然後我們插這個 Valent Scatter 把它連到Valent喔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會顯示不出來 那就是因為你可能連到Surface 然後我們就去試它的值 喔 好 差不多0.1 好 然後馬上 這個體激光的效果就這樣子出現 非常簡單 然後非常的快速 那今天你如果是一個區塊或什麼 你就是一樣用同樣的做法去 用一個體激的這個材質 然後去包住你要有這個體激光的這個效的地方 做這個之前 然後開了之後 它這個光線 好 好 再來再講一個小細節 我們先找到你的燈的位置 好 我們把這個稍微縮小一點 差不多這樣 好 我們找到你燈的位置 燈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回來 然後我們先Shift A 我們弄個Plan 用一個平面 然後我們拉過來這裡 比較看得到 放大放大 跟燈差不多大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呢 是要把它從原本這個平平的線 我們要讓它整個細膩度再提升一點這樣 好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回來這個平面這裡 然後進去Edit Mode 然後右鍵Subdivide 差不多弄個四五次 好 差不多這樣 點一下旁邊 然後我們選Select 然後按Select Random 它會自己隨機選擇 那我們就直接用它第一次預設值 然後我們就AX 把這裡的都刪掉 好 然後我們這時候 再切換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有沒有 它這個光線呢 就會怎樣 扶斃了 講完了 希望你有學到什麼東西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那如果喜歡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很快的也已經 快要400個訂閱了 那真的是 很謝謝大家的這個支持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呢 或是可以修改的方向呢 可以再跟我說 大家新年快樂 讚喔讚喔 掰掰再見